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年是鼠年 是这一新的一年 你有什么计划呢 在这里我很希望大家 可以有四样东西 第一就是有慈心对自己 要爱自己 我们这个身体其实很宝贵 对于这个身体 我们怎么可以照顾它 不破坏它呢 对于自己的心情 怎么可以保持得平稳一些 不要这么多烦恼呢 所以要慈心对自己 除了这个 我们还要对身边的人 令到身边的人 在我们存在的时候 可以感觉舒服 平安 幸福 第一 所以这个慈心很重要 第二就是悲心 现在的社会 时势 好像比较动荡 我们怎样可以 令到身边的人 在我们存在的时候 少点的烦恼 少点的冲突 所以悲心 我们要去培养 第三就是这个 随喜的心 如果人家做得好的时候 我们要去随喜赞叹 甚至要去向它学习 向它看齐 这个随喜 再来就是平等的心 周围的环境条件 有时不到我们去控制 不到我们去改变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平等 平稳的心去面对 暂时把它放在一边 等待时机恩怨成熟的时候 我们有能力 和身边的人一起 用一个比较温柔 甚至正面的方法 去将整个情况 问题慢慢的改变过来 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 我祝福大家 可以培养慈悲喜舍 令到这个新的一年 你可以行好云 慢慢从这一方面 我们去培养去提升 祝福大家 新年行好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